言洛 言洛 那封匿名信不是我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们本来就犯了错 举报的人是谁 其实都无所谓的 但我知道以你的骄傲 你不会这么做 谢谢 还有之前 对不起啊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将来 一走出校园 你会遇到更广阔的天空的 也许我会遇见更广阔的天空 却再也遇不见更好的你 哥 你和叶文明分手了 刚才他给我打电话了 说想让我帮忙约大伯母 说什么你不肯原谅他 还要把店铺还给大伯母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不接啊 喂 小洛洛 帮我问一下路友 小明在哪里 玩拖了吧你 小明在哪里 少废话 快问 不用问了 我知道 他要去你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做什么最后的告别 加油 绵绵 归我呀 我的脚 我的脚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坦白 却让我连我女朋友是谁都不知道 谢谢大家 曾经我一直觉得自己不算是个幸运的人 自从和你相识我才明白 原来我所有的幸运都是为了遇见你 之前我害怕成为你的软肋 也因为胆怯想过要逃离 但现在我明白了 当你爱上一个人 你不仅有了软肋 也有了盔甲 既然决定在一起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可以轻易放手 所以我画了我们爱情的结局 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 因为表白是男生的人 我爱你身边 看着你快乐过每一天 无法控制我 看你 你曾经说我是个意外 可你 才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意外 我想把这个意外延续一生